这是Storix Medical公司对如何使用HD Targets的演示 HD Targets是一个简单而强大的程序 它允许您用Storix医疗公司的高清刺激器实现神经法相 神经定位与神经导航不同 神经定位允许您确定一个脑区 设计刺激限制如您有多少个电极可用 然后自动优化您的高清蒙太奇以刺激该区域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 在您开始之前 请注意界面有三个部分 左边是控制面板 右边是帮助部分 中间是显示的结果 帮助部分和控制面板可以被最小化 整个应用程序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大小 您的高清目标将预装一个或多个头部模型 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的HD把镖带有一个成年男性头颅 和一个标准的MNI-152头颅 额外的头颅模型包括更多的成年男性头颅 成年女性头颅 幼儿头颅 以及有病变的头颅 例如中风后的头颅 让我们选择标准头部和默认的93电极密度选项 一旦选择了头部就可以在中间的解剖查看器中 查看不同的分割眼膜 你可以使用键盘和鼠标 缩放 移动 改变 和旋转视图 具体说明键右边的帮助部分 在第二步中 你可以定义优化的蒙太奇 可以根据区域或有脑电图引导 如果你选择以区域为基础 并点击目标位置中的搜索按钮 你将启动一个有多个标签的新窗口 对于基于Telerac的目标定位 你有1105个位置可以选择 对于基于标签的定位 你有180个来自人类连接组项目的标签可以选择 对于基于体速的目标定位 你可以选择任何体速 如3D空间中开放的白色圆圈锁式 以进行优化 在这个演示中 我们将向您展示 基于标签的定位 在这个选项中 您可以通过左上方的锁引号 或中间的区域名称 或在右上方输入目标描述关键词 来进行标签搜索 例如输入地区名称V1 会有四次点击 而输入描述关键词 视觉会有很多点击 选择一个您感兴趣的区域 并点击确定 让我们选择区域V6 六个视觉区域 注意 目标位置是自动选择的 并在目标位置框中输入 接下来 从优化标准开始 选择您的约束条件 您可以选择最大强度2毫安 将最大的电场 传递给所需的大脑目标 正如您所看到的 这允许您只做两个电流源 因为这是做最大强度的最佳设置 您也可以选择最大聚焦 即向目标提供最大的电流强度 而不影响其他脑区 让我们选择最大聚焦 接下来选择一些电流源 这是由您的交流刺激器决定的 如果您的MXN有八个通道的刺激 选择八个通道 最后选择场方向 例如 如果您的目标是浅层的 就选择静向 因为椎体神经元 主要是面向表面的正常方向 Sterix Medical HD Targets 会根据您指定的标准 自动计算出最优化的电极蒙太奇 这可以通过中间的二维电极布局 和左边的优化蒙太奇表来说明 对于所指示的每个电极 您需要将应用于该电极的电流 在假设图中表示 例如 位于C4位置的电极 将需要提供-0.42毫安 而位于P0Z位置的电极 将需要提供正1.29毫安 如果您选择了四个电极 那么总共使用了四个电极 为了直观地了解每个选择性电极 与大脑底层的关系 您可以点击2D电极布局中的位置 观察相应的3D电极布局 被选中的电极将显示为红色 而其他电极则保持绿色 现在我们说 您对最大强度的预测感兴趣 观察HD Targets 如何及时更新 以提供最理想的电极蒙太奇 在这种情况下 预测是双极的 阳极在P03 阴极在FBR 让我们回到最大焦点的问题 为了显示电流如何流经大脑 请点击查看最佳电流按钮 Strix Medical HD Targets 现在会以2D和3D的形式 向您展示 优化电极蒙太奇的电流 流经头部的模式 二维的默认视图 以假设显示三个不同视图的电流 0表示没有电流 红色表示最大电流 并显示电场强度 您可以选择查看受试者的核磁共振 电流方向矢量或电场 或同时查看它们 控制面板中选择的场墙值 显示了开放白圈内 或目标位置的场墙 在所需的目标处 又发出每米0.265V的电场 您可以通过 简单的在二维空间内点击 来浏览头部 或通过使用控制面板中的滑块 以一毫米的分辨率逐片移动 选定的场墙值会不断地更新 始终显示开放的白圈内的场墙 您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来确定头部任何体速的场墙 如果您有兴趣再次看到目标和诱导的电流 只需点击显示目标 场墙刻度也可以根据需要 使用条形图顶部和底部的按钮进行调整 以更好的描述电流流动模式 请注意 优化后的电极位置显示在底部 所选择的优化参数 如目标和所选择的约束条件 被列出来共参考 要查看设置有最大强度约束同一目标的预测 请点击选择目标 选择最大强度约束 并点击步骤3 与之前一样查看最佳电流 现在 在期望的目标处 诱发了每米0.315V的电场值 这表明最大强度约束在目标中诱发了更多的电流 但也将导致在其他区域产生更多的电流 通过将刻度条上的最大值减少到0.265 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要在3D中探索电流 只需点击控制面板中的3D选项 该模型可以被渲染成一个实体表面 或一个透明的表面 实体表面图是默认式图 您可以像以前一样 用鼠标和键盘缩放 改变式图 移动和旋转三维式图 通过点击显示切割平面 一个平面将在渲染中显示出来 X和Y的角度 以及与这个平面中心的距离 都可以用滑块来调整 以定义一个精确的位置 要在平面上切割三维体积 导出头部内部的电流 只需点击切割 头部模型就会在该平面上被切割 如果您想撤销切割 只需点击撤销切割 通过选择按目标切割 该平面将在步骤二中选择的 大脑目标位置切割头部体积 白色的球体将显示指示的目标位置 而箭头显示所选择的领域方向 场墙比例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调整 方法与二维视图相同 线条输出选项 可以让您在三维空间的任何地方 定义线条 并将沿线的感应电场值 输出到文本文件 您可以通过点击绿色十字线 来设置起始点 然后在三维空间的任何地方 点击来定义起始坐标 您也可以手动输入起始坐标 同样的点击红色十字线 来设置终点 点击按线切割 在线的水平上 可视化切割的大脑体积 点击导出 将右导值保存在CSV文件中 以便进一步进行后期处理 同样 球体导出选项 可以让您在三维体积的任何地方 定义球体 并将感应电场值 导出到一个文本文件 您通过定义中心和半径 来定义球体范围 然后点击 按球体切割 来导出感应值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透明表面的渲染 正如您所看到的 不透明度功能部分 允许您设置四个 不同电场范围的 不透明度 彼此独立 这些范围是通过 将色调上的 最大电场强度值 分成四个部分来确定的 例如 为了观察 诱发最大电场的 前25%的大脑体积 您可以在最后一个范围内 将不透明度设置为1 而在其他三个范围内 将不透明度设置为0 然后 您可以使用最低的25%半透明 以更好的欣赏 最大25%电场的分布范围 目标和所需的方向 在任何时候都会显示 如果在任何时候 您想保存您所看到的图像 请点击相机图标 并保存您的图像 如果您想要一个更高分辨率的图像 您可以在保存图像之前 将分辨率提高到6 现在 让我们看看 我们的个性化建模服务功能 您只需点击顶部栏中的 建模服务标签 从菜单中选择上传MRI 将您的受试者的解剖MRI 上传到我们的网络服务器 上传的数据会使用独特的加密密码 保存在云端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 通过点击检查状态选项 来检查您的解决方案的状态 一旦有了解决方案 您就可以点击下载头部模型选项 将其下载到您的本地机器上 现在 新的头部模型 可供您在步骤1中选择 或在选择头部步骤中选择 如果您想探索针对不同目标的优化 只需重复这些步骤 关于其他基于区域或脑电图引导的目标选择 请观看我们的其他视频 HD Targets 仅来自Sterix医疗的另一项创新 HD Targets 经过优化 可与Sterix Medical的HD-TES 和TES刺激器系列配合使用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SterixMedica.com